在一个古老的山村里 有户人家姓李 家中有个儿子叫李杰 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媳妇 名叫秀芬 两人感情甚笃 相敬如宾 然而却一直未能有个孩子 这让李杰的母亲 也就是秀芬的婆婆张氏 十分不满 张氏是个传统的妇人 认为媳妇嫁入家门 最大的责任就是延续香火 生儿育女 眼见秀芬嫁入李家已有数年 肚子却始终不见动静 张氏心中的不满和怒火 便越积越深 这天 张氏在村口与几个老姐妹闲聊 话题又不免转到了秀芬身上 一个嘴快的妇人说道 张大姐 你家秀芬也嫁过去这么多年了 怎么还没个动静啊 不会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吧 张氏一听这话 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心中更是恼怒 她回到家 看到秀芬正在厨房里忙碌 便冷着脸走过去 披头盖脸的就是一通训斥 秀芬 你嫁到我们家也有好些年了 怎么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秀芬被婆婆突然地发火 弄得莫名其妙 她委屈地解释道 婆婆 我和杰哥都检查过身体 医生说我们都没有问题 只是缘分未到而已 缘分未到 我看是你不想生吧 张氏怒气冲冲地说道 你要是再这样下去 我们家可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了 秀芬被婆婆的话 伤得眼泪直流 她默默承受着婆婆的责骂 心中却是一片凄凉 日子一天天过去 张氏的怒火始终没有平息 她开始四处打听天方 希望能让秀芬早日怀孕 然而 无论她试了多少种方法 秀芬的肚子依旧没有动静 这天 张氏从镇上回来 带回了一个道士 她听人说 这道士有些本事 能看出人身上的问题 她打算让道士给秀芬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道士一进门 就感觉到这家里气氛不对 她环视一周 最后将目光落在了秀芬身上 她细细打亮了秀芬一番 然后眉头紧锁地说道 这位夫人 你身上有股不寻常的气息 张氏一听这话 顿时来了精神 连忙问道 道长 你说的不寻常的气息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秀芬身体有什么问题 道士摇了摇头 说道 不是身体的问题 而是他身上 似乎被什么东西给缠上了 什么 张氏惊呼出声 道长 你是说秀芬被鬼缠身了 道士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继续问道 夫人 你最近有没有去过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或者遇到过什么奇怪的人 秀芬想了想 摇了摇头说道 没有啊 我最近一直都在家里 没有去过什么地方 道士文言 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走到秀芬身边 伸手在他额头上轻轻一点 秀芬只觉得一股暖流涌入体内 整个人顿时轻松了许多 道士收回手 对张氏说道 我已经暂时将那股气息压制住了 但是要想彻底解决问题 还需要找到根源所在 张氏文言 连忙点头说道 道长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只要能让我家秀芬恢复正常 我什么都愿意做 道士点了点头 说道 那好 你给我准备一些纸钱和香烛 今晚我要做法事 当晚 道士在李家后院设下法坛 开始做法 张氏和秀芬紧张地站在一旁观看 只见道士口中念念有词 手中的桃木剑挥舞得虎虎生风 不一会儿 院子里就刮起了一阵阴风 吹得众人一昧飘飘 突然 一道黑影从秀芬身上窜了出来 化作一个面目猙獰的恶鬼 恶鬼咆哮着向道士扑去 却被道士一剑劈开 化作一股黑烟消散在空气中 道士收回桃木剑 对张氏说道 这个恶鬼已经被我驱散了 但是他是从哪里来的 还需要你们自己查清楚 张氏和秀芬面面相去 心中都是一阵后怕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秀芬竟然真的被鬼缠身了 事后 张氏仔细回想了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 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 他记得几个月前 村里有个流浪汉死在了村口的山林里 当时还是秀芬发现的 难道是这个流浪汉的鬼魂 缠上了秀芬 张氏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于是他决定去山上 给那个流浪汉烧些纸钱 希望他不要再纠缠秀芬了 然而 当他来到山上时 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 那个流浪汉并不是自然死亡 而是被人害死的 他的尸体旁边还有一把带血的刀 张氏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他连忙下山报了官 官府派人前来调查 最终将凶手捉拿归案 经过这件事后 秀芬身上的那股气息也彻底消失了 他的身体也慢慢恢复了正常 然而 虽然恶鬼已除 但张氏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 他回想起自己对秀芬的误解和责骂 心中充满了愧疚 他决定以后要好好对待秀芬 弥补过去的错误 秀芬也感受到了婆婆的变化 他对婆婆的怨恨也慢慢消散了 两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缓和 家中也恢复了往日的和谐 日子一天天过去 秀芬的肚子依然没有动静 但张氏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急躁和焦虑了 他学会了耐心等待 这天晚上 秀芬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梦见自己来到了一个云雾缭绕的仙境 一个慈眉善目的老神仙出现在他面前 老神仙微笑着对他说 你与我有缘 我愿赐你一颗仙丹 服下后便能孕育仙胎 秀芬醒来后 发现自己手中果然多了一颗晶莹剔透的丹药 他心中虽有疑虑 但想到老神仙的慈祥和梦境中的奇异景象 便决定是一事 他悄悄服下了丹药 没过多久 便感到身体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他的脸色变得更加红润 精神也更加焕发 几个月后 秀芬终于传来了喜讯 他怀孕了 这个消息让全家人都欣喜若狂 张氏更是激动的热泪盈眶 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 秀芬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 孩子一出生便哭声洪亮 十分健康 张氏抱着孙子 笑得何不拢嘴 他对秀芬的感激和喜爱 也达到了顶点 然而 随着孩子的渐渐长大 张氏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个孩子似乎与寻常孩子有些不同 他聪明异常 学习能力极强 而且总是表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威严和气质 张氏心中疑惑 但他并没有多想 他只是觉得这是上天赐给他们家的福报 是秀芬服下那颗仙丹后的神奇效果 转眼间 孩子已经长大成人 他英俊潇洒 才华横溢 成为了村里的佼佼者 他不仅学识渊博 还精通武艺 深受村民们的尊敬和爱戴 然而 就在孩子即将娶妻生子的时候 张氏却突然病倒了 他躺在床上 面色蜡黄 气息奄奄 秀芬和儿子 焦急地守在床前 却无计可施 这天晚上 张氏又梦到了那个慈眉善目的老神仙 老神仙对他说 你的儿媳曾服下我的仙丹 孕育出了仙胎 如今你的孙子已经长大成人 他的命运注定非凡 而你 因为过去的误解和责骂 欠下了儿媳一份情债 如今 是时候偿还了 张氏醒来后 心中一片清明 他明白了老神仙的意思 也明白了自己过去的错误 他决定用自己的生命 来偿还这份情债 让儿媳和孙子 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几天后 张氏安详地去世 他的脸上带着微笑 仿佛已经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秀芬和儿子悲痛欲绝 但他们也明白张氏的心愿 他们决定好好生活 不辜负张氏的期望 然而 就在张氏去世后的不久 村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每当夜深人静时 村民们总能听到一阵悠扬的歌声 从张氏的坟头传来 那歌声婉转动听 仿佛是天籁之音 有人说 那是张氏的灵魂在歌唱 他在用这种方式 守护着家人和村庄 也有人说 那是老神仙显灵了 他在用歌声传达着某种神秘的信息 无论如何 那歌声成为了村民们心中的一个谜团 也成为了他们口耳相传的一个传奇故事 而秀芬和儿子 则在这歌声中找到了勇气和力量 他们继续前行 追寻着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至于那歌声背后的真相 或许只有老神仙和张氏自己才知道 而对于村民们来说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相信 在那歌声中 寄托着张氏对家人的祝福和期望 也寄托着老神仙对这片土地的庇佑和祝福 故事讲到这里 便告一段落了 但关于那歌声的真相 以及秀芬的儿子未来的命运 却留给了人们无尽的遐想 或许 在未来的某一天 当新的故事再次在这片土地上上演时 我们会找到更多的答案和惊喜 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 有个县令名叫李天明 他为人公正联名 深受百姓爱戴 然而 他心中却有一个难以言说的痛楚 他连续生了九个儿子 却都无一例外地 在出生后不久 便无故夭折 李天明和妻子王氏 为此悲痛欲绝 他们便访明依 求神拜佛 却始终找不到原因 每当看到妻子那日渐憔悴的面容 李天明心中便如同刀脚一般 这天 李天明正在书房处理公务 忽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喧闹声 他走出去一看 只见一个衣衫褛褛的老乞丐 正被几个嘉宾拦在门口 老乞丐手持一根破旧的拐杖 满脸皱纹 看上去十分可怜 李天明心声怜悯 走上前去问道 老人家 你有何事 老乞丐抬起头 浑浊的双眼中闪过一丝精光 他缓缓说道 县令大人 我闻你家中连遭不幸 特来相助 李天明一听这话 心中不禁一动 他连忙将老乞丐请进府中 恭敬地请教 老乞丐环顾四周 然后缓缓说道 县令大人 你看你府上的房顶有什么 李天明文言抬头望去 只见房顶上除了瓦片之外 并无他物 他不禁疑惑地问道 老人家 房顶上除了瓦片 还能有什么 老乞丐微微一笑 摇了摇头道 县令大人 你有所不知 这房顶之上 藏着一股邪气 这股邪气 正是导致你儿子们夭折的根源 李天明听得目瞪口呆 他从未想过 自己的府上 竟然会有邪气作祟 他连忙问道 老人家 那这邪气究竟从何而来 又该如何化解呢 老乞丐沉思片刻 然后说道 这股邪气 乃是从一座古墓中泄露出来的 那座古墓 位于泥府后山的山腰处 墓主人生前作恶多端 死后怨气不散 化为了这股邪气 要想化解这股邪气 必须找到墓主人的遗骸 将其重新安葬 李天明听罢 心中虽然有些害怕 但想到自己那无辜夭折的儿子们 他毅然决定 按照老乞丐的指示去做 于是 李天明亲自带领家丁 前往后山寻找古墓 经过一番周折 他们终于在山腰处找到了一座破败不堪的古墓 墓前立着一块石碑 上面刻着一些模糊不清的蚊子 李天明命人打开墓门 只见墓内阴森恐怖 一股冷气扑面而来 他们小心翼翼地进入墓中 只见墓主人躺在石棺之中 面容猙獰可怖 李天明按照老乞丐的指示 命人将墓主人的遗骸取出 重新安葬在了一处风水宝地 安葬完毕后 他们回到府中 只见老乞丐已经等候多时 老乞丐见到他们回来 微笑着点了点头道 县令大人 你们做得很好 现在这股邪气已经化解了 你的儿子们不会再受到他的侵扰了 李天明文言大喜过望 他连忙向老乞丐道谢 老乞丐却摆了白手道 县令大人不必客气 我此行还有一事相告 李天明文问道 老人家请讲 老乞丐沉吟片刻 然后缓缓说道 县令大人 你虽然化解了府上的邪气 但你的政敌却一直在暗中算计你 他们企图利用你儿子夭折的事情来攻击你 让你失去民心 你务必要小心提防才是 李天明听得心惊肉跳 他深知官场险恶 没想到自己的政敌 竟然会如此狠毒 他连忙向老乞丐请教对策 老乞丐微微一笑 说道 县令大人不必担忧 只要你一心为民 公正无私 那些政敌 自然无法撼动你的地位 此外 你还可以加强府上的安保措施 以防不测 李天明听得连连点头 心中对老乞丐充满了感激之情 他送走老乞丐后 立刻加强了府上的安保措施 并时刻提醒自己要谨慎行事 果然没过多久 李天明的政敌们便开始四处散布谣言 说李天明是因为做了亏心事 才导致儿子们夭折的 然而 由于李天明平时围观清廉 深受百姓爱戴 这些谣言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反而是在一次意外中 李天明的政敌们 因为自己的贪婪和腐败 而露出了马脚 被李天明一举揭露 最终 这些政敌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李天明则因为自己的正直和勇敢 而赢得了更多的民心 此后 李天明的仕途一帆风顺 他的家庭也重新充满了欢声笑语 而那位神秘的老乞丐 则再也没有出现过 然而 每当李天明回想起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时 他都会对那位老乞丐心怀感激之情 然而 故事并未就此结束 就在李天明以为一切都已经恢复平静的时候 一天深夜 李天明的书房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响声 他心中一惊 急忙点亮烛火 只见书房的门窗都完好无损 但书桌上的文房四宝却散落一地 仿佛是被一阵无形的力量扫落 李天明心中涌起一股不安 他想起老乞丐曾经说过的那些话 难道还有什么未知的危险在暗中窥视着自己 他环顾四周 只见书房的角落里 一张破旧的画卷不知何时被风吹起 轻轻飘动 他走近一看 只见画卷上画着一个面目猙獰的鬼怪 手中握着一根铁链 铁链的另一头却空无一物 李天明心中一紧 他忽然想到 这鬼怪手中的铁链 不正是象征着那些被束缚的灵魂吗 难道自己的儿子们 就是被这鬼怪所害 想到这里 李天明不禁浑身冒汗 他深知自己不是这鬼怪的对手 于是决定再次寻找那位老乞丐求助 然而 他遍访了附近的村落和城镇 却始终找不到老乞丐的踪影 就在李天明感到绝望的时候 他忽然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信中只有一行字 月圆之夜 后山相见 李天明心中一动 他知道这一定是老乞丐留给自己的线索 于是在月圆之夜 李天明独自一人来到了后山 只见月光下 一位衣衫褛褛的老者正站在山巅之上 背对着他 李天明走上前去 恭敬地施了一礼 说道 老人家 我再次来寻求您的帮助 老者缓缓转过身来 露出一张沧桑而深邃的脸庞 他正是那位神秘的老乞丐 老乞丐看着李天明 微微一笑道 县令大人 你终于来了 李天明急忙将书房中的诡异情况告诉老乞丐 请求他指点迷津 老乞丐听后 眉头紧锁 沉声道 看来 那鬼怪已经开始行动了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的藏身之处 才能彻底铲除他 于是 在老乞丐的带领下 李天明开始在后山 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搜寻 他们翻遍了山林的每一个角落 却始终找不到鬼怪的踪影 就在他们即将放弃的时候 李天明突然发现了一片 被杂草掩盖的古墓群 他们小心翼翼地进入古墓群 只见一座座古墓排列整齐 但大多数都已经被盗掘一空 他们继续深入 终于在一座不起眼的古墓前停了下来 只见这座古墓的墓门紧闭 上面刻着一些奇怪的符号 老乞丐仔细观察了这些符号后 脸色凝重地说道 这些符号是封印鬼怪的符咒 看来 这座古墓就是那鬼怪的藏身之处 说着老乞丐从怀中掏出一枚符咒 贴在墓门之上 只听一声闷响 墓门缓缓打开 露出一条幽深的通道 李天明和老乞丐 小心翼翼地进入通道 只见里面阴森恐怖 一股股冷气扑面而来 他们沿着通道深入 终于来到了一个宽敞的地下墓室 墓室中央 一个面目猙獰的鬼怪 正盘坐在一座石台上 手中握着那根铁链 似乎在吸收着墓室中的某种力量 李天明见状 心中大惊 他连忙拔出腰间的佩剑 准备与鬼怪拼命 然而 老乞丐却拦住了他 说道 县令大人 你不是这鬼怪的对手 让我来对付他 说着 老乞丐从怀中 掏出一枚金光闪闪的符咒 口中念念有词 只见符咒化作一道金光 直直朝鬼怪飞去 鬼怪见状 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手中的铁链也随之断裂 李天明趁机一剑刺向鬼怪 只听一声惨叫 鬼怪化作一阵清烟 消散无踪 牧师中 顿时恢复了平静 老乞丐收起符咒 转身对李天明说道 县令大人 鬼怪已经铲除 你的儿子们 也可以安息了 李天明闻言 感激涕零 他连忙向老乞丐道谢 老乞丐却摆了白手道 县令大人不必客气 我此行还有一事相告 李天明忙问道 老人家请讲 老乞丐沉吟片刻 然后缓缓说道 县令大人 虽然鬼怪已经铲除 但世间的邪恶势力 依然存在 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才能保护自己和百姓的安宁 李天明听得连连点头 他深知老乞丐的话意味深长 他再次向老乞丐道谢后 便送别了这位神秘的老者 然而 就在李天明以为一切都已结束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老乞丐留给他的那枚符咒上 竟然刻着一行细小的文字 他凑近一看 只见上面写着 天下未停 无心难安 李天明心中一动 他明白这一定是老乞丐留给自己的警示 他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 不能因为一时的安宁而放松警惕 于是 他下定决心要继续为民除害 守护一方的安宁 古时 有个叫杨柳村的地方 村里有个叫刘翠花的姑娘 刘翠花长得如花似玉 却是个哑巴 到了适婚的年龄 却迟迟没有人家上门提亲 刘翠花的父母 愁得头发都白了 他们就这么一个女儿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嫁不出去啊 于是 劳两口四处托人 想给女儿找个上门女婿 媒婆们跑断了腿 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男子叫王二 是个孤儿 性格憨厚老实 肯吃苦耐劳 没有不良嗜好 王二听说刘翠花是个哑巴 一开始有些犹豫 但她觉得自己无父无母 孤身一人 能有个家也不错 于是点头同意了 就这样 王二成了刘家的上门女婿 婚后 王两对刘翠花疼爱有加 两人虽然无法用言语交流 但王二总是能通过眼神和动作 明白刘翠花的心意 老两口见女儿女婿过的幸福 总算是放下心来 然而 好景不长 就在刘翠花怀孕不久 王二在一次上山砍柴时 不慎失足跌落山崖 当场身亡 得知噩耗的刘翠花悲痛欲绝 她哭晕了好几次 醒来后就变得神情恍惚 仿佛丢了魂一般 老两口见女儿这样 心里也难受得要命 但她们还得坚强地活下去 照顾好女儿和外孙 就这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 刘翠花虽然精神恍惚 但肚子里的孩子却一天天长大 转眼间就到了临盆的日子 老两口请来了吻婆 经过一番折腾 刘翠花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老两口抱着外孙 喜极而泣 总算是从女儿怀孕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然而 就在孩子满月的那天 村里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天 刘翠花抱着儿子在院子里晒太阳 突然 一头健壮的公牛闯进了院子 她直奔刘翠花而来 用头轻轻蹭了蹭她 刘翠花被吓得花容失色 她赶紧抱紧儿子 生怕公牛伤害到他们 然而 公牛却并没有任何恶意 她只是温柔地蹭着刘翠花 仿佛是在跟她亲热 老两口听到动静 赶紧跑出来查看情况 他们见公牛并没有伤害女儿和外孙的意思 也就放下心来 这时 村里的人们也都闻讯赶来 他们见刘翠花和公牛如此亲近 都感到十分奇怪 有人说 这牛是不是成精了 怎么跟人这么亲近 还有人说 这牛不会是王二的魂魄附身的吧 她生前对刘翠花那么好 死后也舍不得离开她 这些话传到刘翠花耳朵里 她心里不禁移动 她想起丈夫王二在世时 也是这么温柔地照顾她 如今这头公牛 仿佛就是丈夫的化身一样 于是 刘翠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她抱着儿子走到公牛面前 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 然后说道 你要是王二的魂魄附身的话 就留下来陪我和儿子吧 说完这话 公牛竟然低下头 轻轻地舔了舔刘翠花的脸 刘翠花见状 心中一喜 她知道自己没有说错 从那以后 刘翠花就把这头公牛 当成了自己的丈夫 每天都跟她形影不离 她教儿子叫这头公牛爹爹 而公牛也似乎真的能听懂人话一样 对刘翠花母子十分亲近 村里的人们见刘翠花如此对待公牛 也都觉得十分新奇 有人羡慕刘翠花 有这么一头通人性的公牛陪伴 也有人觉得刘翠花这样做 有些不妥当 但不管别人怎么说 刘翠花都不在乎 她只知道自己需要这头公牛的陪伴 需要她来填补丈夫离世后留下的空缺 就这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 刘翠花和公牛的感情 也越来越深厚 而那头公牛 也似乎真的有了灵性一样 不仅能够听懂刘翠花的话 还能够帮她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 刘翠花的生活渐渐恢复了正常 她不再像之前那样神情恍惚 而是变得开朗起来 她的儿子也在公牛的陪伴下健康成长 成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 然而 就在刘翠花母子 以为可以一直这样幸福下去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天 村里来了一个道士 她见刘翠花家里有一头如此通人性的公牛 便断言这头公牛是妖怪所化 会给人带来厄运 刘翠花听了道士的话 心里十分不安 她虽然不相信公牛是妖怪 但也不想给家人带来厄运 于是 她决定听从道士的建议 将公牛赶走 然而 就在刘翠花准备赶走公牛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件更加奇怪的事情 那天夜里 刘翠花突然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 她见到了已经去世的丈夫王二 王二告诉她 那头公牛并不是什么妖怪 而是她死后不放心他们母子 特意回来守护他们的 她请求刘翠花不要听信道士的话 赶走公牛 刘翠花从梦中惊醒 心中五味杂沉 她回想起与公牛的点点滴滴 越发相信那头公牛 就是丈夫的化身 于是 她决定不听道士的话 继续留下公牛 然而 道士却不肯善罢甘休 她见刘翠花不听劝告 便放出狠话 你若是不敢走这妖怪 必会家破人亡 刘翠花虽然心中害怕 但她仍然坚持留下公牛 道士健壮 冷笑一声 转身离去 接下来的日子 村里果然开始发生一系列奇怪的事情 先是村里的鸡鸭牛羊 无缘无故地失踪 接着是村民们相继生病 连刘翠花的儿子 也开始发起了高烧 村里的人们开始议论纷纷 都说是因为刘翠花 没有赶走妖怪 才会导致这些祸事发生 刘翠花心中虽然焦虑 但她仍然坚信 公牛不是妖怪 而是丈夫的化身 就在这时 那个道士再次出现在村里 他声称自己能够降妖除魔 只要村民们筹够银两 他就愿意出手相助 村民们为了摆脱困境 纷纷拿出钱来 道士拿到钱后 便开始做法 他口中念念有词 手中挥舞着桃木剑 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 然而 就在道士做法的关键时刻 突然刮起一阵狂风 狂风过后 道士竟然倒在了地上 人是不行 而那头公牛 也突然发狂 冲向人群 村民们吓得四散奔逃 刘翠花也抱着儿子 躲进了屋里 她心中忐忑不安 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在这时 她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打斗声 她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 只见一个身穿黑衣的神秘人 正与发狂的公牛 激战震撼 神秘人的身手十分敏捷 她轻松躲过了公牛的攻击 然后一拳击中了公牛的脖子 公牛发出一声惨叫 倒在了地上 神秘人走到刘翠花面前 揭开了自己的面纱 刘翠花惊讶地发现 这个神秘人竟然长得和王二一模一样 神秘人告诉刘翠花 她才是真正的王二 原来 王二在死后并没有离开人世 而是被一个妖道夺走了魂魄 用来控制那头公牛 妖道利用公牛作恶多端 企图破坏村里的安宁 王二趁妖道不备 夺回了自己的魂魄 并击败了妖道 她请求刘翠花 原谅她之前的所作所为 并承诺 以后会一直守护他们母子 刘翠花听完王二的话 激动得热泪盈眶 她紧紧抱住王二 仿佛要把她融进自己的身体里 从那以后 王二便以人的形态出现在村里 她帮助村民们重建家园 照顾刘翠花母子 过着幸福安宁的生活 而那头公牛 也因为失去了妖道的控制 变得温顺起来 她成了村里的吉祥物 深受人们的喜爱 然而就在大家都以为可以一直这样幸福下去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天夜里 王二突然失踪了 刘翠花找遍了整个村子 都没有找到她的踪影 她心中充满了担忧和不安 不知道丈夫又遇到了什么危险 就在这时 她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 那座妖道曾经藏身的山洞 她决定去那里寻找王二 刘翠花鼓起勇气 走进了阴森恐怖的山洞 她一边走一边呼唤着王二的名字 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担忧 就在她即将走到山洞深处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 她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只见一个黑影正站在洞口处 刘翠花心中一紧 难道那个妖道又回来了 她紧张地握紧了手中的木棍 准备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然而 当那个黑影转过身来时 刘翠花却惊讶地发现 那竟然是王二 王二告诉刘翠花 她之前被一个更强大的妖怪抓走了 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逃脱出来 并击败了那个妖怪 刘翠花听完王二的话 心中既欣慰又担忧 她紧紧抱住王二 仿佛要把她溶进自己的身体里 从此以后 王二和刘翠花过上了更加幸福的生活 她们一起守护着村子 照顾着儿子 过着平静而安宁的生活 然而 关于那个更强大的妖怪的事情 却始终是一个未解的谜团 刘翠花和王二都决定不再去追究这个问题 因为她们知道 只要彼此相爱 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 而那个妖怪 也仿佛从未出现过一样 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偏僻村落里 流传着一个奇异的故事 这个村落位于山坳之间 四周被茂密的竹林环绕 云雾缭绕 仿佛是人间仙境 然而 在这宁静祥和的外表下 却隐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村中有一户人家 主人姓李 人称李老汉 李老汉膝下五子 只有一个五岁的小儿 名叫李小童 小童聪明伶俐 虽然年纪上小 但已经能够识字读书 颇受村民喜爱 然而 这户人家 却有一桩怪事 小童自出生以来 便常常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仿佛在与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交流 村民们议论纷纷 都说这孩子 定是沾染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有一天 村中来了一位新寡妇 名叫阿梅 她年轻貌美 却因丈夫早逝而守寡 阿梅勤劳善良 很快便融入了村中的生活 然而 自从她来到村里后 小童的行为愈发古怪 她常常跟在阿梅身后 口中念念有词 似乎在向她诉说着什么 阿梅虽然觉得奇怪 但也没有多想 渐渐地 村中开始流传起一个惊人的谣言 五岁的小童李小童 竟然提出要娶阿梅为妻 这消息一出 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村民们议论纷纷 都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阿梅更是惊慌失措 她觉得自己与这个小童之间 有着难以言说的距离 怎么可能成为夫妻呢 然而 小童却对这门婚事 异常执着 她每天都跟在阿梅身后 口口声声地喊着娘子 仿佛已经认定了 阿梅就是她的妻子 阿梅虽然心中不悦 但也不好意思 直接拒绝一个小孩子 她只能尽量避开小童 不与她过多接触 这天 阿梅正在河边洗衣 小童又不知 从哪里冒了出来 站在她身边 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 阿梅心烦意乱 忍不住呵斥道 小童 你年纪还小 不懂男女之事 我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怎么可能成为夫妻呢 小童文言 眼中闪过一丝失落 但她并没有放弃 她抬起头 认真地说道 娘子 我知道你现在可能无法接受我 但请相信我 我并非寻常孩童 我有着特殊的使命和使命 取你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阿梅听得一头雾水 她不明白 小童为何会说出 如此莫名其妙的话来 她正要开口询问 却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身体不受控制地倒了下去 小童健壮 连忙上前扶住她 眼中闪过一丝担忧 就在这时 一阵阴风吹过 竹林中传来阵阵诡异的声音 阿梅感到一股寒意袭来 她抬头望去 只见竹林深处 似乎有什么东西 正在窥视着他们 她心中一惊 想要呼救 却发现自己的喉咙 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般 发不出任何声音 小童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她紧紧握住阿梅的手 低声说道 娘子莫怕 有我在此 说着 她抬头望向竹林深处 眼中闪过一丝坚定 就在这时 竹林中突然冲出一个黑影 直奔他们而来 阿梅惊恐地尖叫起来 小童却毫不畏惧地迎了上去 只见她与那黑影 经过一番激战 终于将其击退 阿梅惊魂未定地看着小童 心中充满了疑惑和恐惧 经过这一番惊吓 阿梅对小童的态度 有了些许改变 她开始觉得 这个小孩子 似乎并非寻常之辈 她的身上似乎隐藏着 某种神秘的力量 而小童也趁机向阿梅 透露了自己的秘密 她并非普通孩童 而是一位拥有特殊使命的先童 她之所以要娶阿梅为妻 是因为他们的命运 早已紧密相连 只有在一起 才能化解一场 即将降临的灾难 阿梅听得目瞪口呆 她不敢相信 这个看似平凡的小村庄 竟然隐藏着如此惊天的秘密 然而 看着小童坚定的眼神 和不容置疑的语气 她心中不禁产生了一丝动摇 或许 这个看似荒诞的婚姻背后 真的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和使命呢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阿梅开始尝试着接受小童 她发现小童虽然年纪小 但聪明懂事 对她也十分体贴关心 渐渐地 她心中的抵触情绪开始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名的情愫 她开始期待 与小童一起面对未来的挑战和冒险 然而 就在他们渐渐走近彼此的时候 一场更大的危机 却悄然而至 村中的老人们开始察觉到异常 他们觉得 小童和阿梅之间的关系 似乎有些不对劲 一些心怀不轨的人 开始暗中散布谣言 企图破坏他们的感情 同时 竹林深处的那股诡异力量 也在暗中窥视着他们 似乎随时准备发动攻击 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变故 小童和阿梅都感到有些手足无措 然而 他们并没有放弃彼此 他们决定携手面对这些挑战 一起揭开隐藏在背后的真相 故事到这里 暂时告一段落 但小童和阿梅的冒险还在继续 他们能否成功化解危机 他们的感情又将走向和方下半段故事 小童与阿梅并肩作战 共同面对村中的流言蜚语 和竹林深处的诡异力量 他们相互扶持 共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的感情也愈发深厚 彼此之间的信任和依赖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然而 随着调查的深入 他们发现村中的谣言并非空穴来风 原来 竹林深处隐藏着一个古老的邪恶势力 他一直在暗中操控着村中的一切 这个邪恶势力 企图利用小童的特殊力量 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而村中的一些心怀不轨之人 也受到了这股邪恶势力的诱惑 成为了他的帮凶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小童和阿梅并没有退缩 他们决定联手对抗这股邪恶势力 保卫村子的和平与安宁 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 他们终于成功击败了邪恶势力 解救了被其控制的村民 然而 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的时候 小童却突然昏倒在地 阿梅惊慌失措地抱住他 却发现他的身体正在逐渐变得透明起来 小童微笑着对阿梅说 娘子 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现在 我要回到我的世界中去了 阿梅泪流满面 他紧紧地握住小童的手 不愿意放开 然而 小童的身体却越来越透明 最终化作一道光芒 消失在空气中 只留下阿梅一个人 孤独地站在原地 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思念和哀伤 自那以后 阿梅独自生活在村子里 她时常会来到竹林边 望着那片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发呆 她心中明白 小童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她的精神和力量将永远留在她的心中 而村中的老人们也开始重新审视 小童和阿梅之间的故事 他们逐渐明白 这段看似荒诞的婚姻背后 其实隐藏着一段深刻而感人的传奇 小童并非寻常孩童 她是一位拥有特殊使命的仙童 她的到来给村子带来了希望和勇气 而阿梅也因为这段经历 成为了一个坚强而勇敢的女性 至于小童究竟去了哪里 她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 这些都成为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 但村中的人们相信 小童一定在某个地方 守护着他们的村子 保护着他们的安宁 而阿梅也一直在等待着小童的归来 她相信 总有一天 他们会再次相遇 继续他们未完的故事 故事在这里留下了悬念 让读者在想象中 继续编织这段民间传说的后续篇章 小童究竟去了哪里 她是否还会回来 阿梅又将如何度过余生 这些问题都将成为 读者心中永远的谜团 让他们在想象中 追寻着这段传奇的足迹 故事后 在华夏大地的一个偏远小镇上 有个书生名叫李凌云 她年少聪慧 饱读诗书 却命运多传 家境贫寒 常常为了生计 而四处奔波 这日 李凌云从远方亲戚家借书归来 已是日暮时分 她背着沉甸甸的书卷 走在回家的路上 忽然觉得口渴难耐 四处望去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唯有一座尼姑庵 孤零零地矗立在山脚下 李凌云心想 与其可死在路上 不如去尼姑庵淘碗水喝 于是她加快脚步 朝着尼姑庵走去 尼姑庵虽然不大 但干净整洁 几株松柏苍脆欲滴 给这寂静之地增添了几分生气 李凌云上前敲门 不一会儿 一个小尼姑探出头来 她看上去年纪不大 面带稚气 一双眼睛清澈明亮 小师傅 在下路过此地 口渴难耐 可否逃完水喝 李凌云拱手失礼道 小尼姑微微一笑 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 施主请进 水多得很 李凌云跟随小尼姑 进入尼姑庵 只见庭院里摆放着几个大水缸 水面上挑拂着几片荷叶 看起来清凉宜人 小尼姑从缸中摇起一碗水 递给李凌云 李凌云接过水 一饮而尽 只觉得甘甜清爽 沁人心脾 她连声道谢 正准备告辞离开 却忽然听到 一阵悠扬的琴声 从庵内传来 小师父 这琴声从何而来 李凌云好奇地问道 小尼姑脸上闪过一丝异色 但随即恢复平静 哦 那是庵里的师姐们 在练习琴艺 施主不必在意 李凌云虽然心中疑惑 但也不好再多问 于是拱手告辞 离开了尼姑庵 然而 她并未直接回家 而是绕到尼姑庵的后山 想要一探究竟 她悄悄攀上山腰 只见一座隐蔽的亭子中 几位尼姑正围坐一起 其中一位年长尼姑手持鼓琴 正在弹奏 李凌云心中好奇 便凑近了些 琴声悠扬动听 仿佛能穿透人的心灵 她听得如痴如醉 就在这时 琴声忽然变得急促起来 李凌云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 眼前一黑 便失去了知觉 当她醒来时 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 四周沉舍古朴典雅 香气扑鼻 她揉了揉眼睛 坐起身来 却看到一位美貌女子 正坐在床前 笑盈盈地看着她 公子醒了 女子开口说话 声音婉转动听 李凌云一愣 仔细打量眼前的女子 只见她肌肤盛雪 眉目如画 气质高雅脱俗 她不禁心中一荡 暗自惊叹 在下李凌云 不知姑娘如何称呼 这里是何处 李凌云疑惑地问道 女子微微一笑 公子不必多礼 我叫妙音 这里是清幽谷 你昏倒在后山 被我就回谷中修养 李凌云心中更加疑惑 她记得自己 明明是在尼姑安后山 听到琴声后 失去知觉的 怎么会出现在 这个清幽谷中 而且这位妙音姑娘 又是何人 她正想再问 忽然听到外面 传来一阵喧哗声 妙音皱了皱眉 起身道 公子先在此休息 我去外面看看 李凌云点头英云 妙音便转身离去 她躺在床上 心中思绪万千 却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其中的缘由 不一会儿 妙音回来了 脸色有些凝重 公子 不好了 外面来了一群尼姑 说是要抓你回去 李凌云一听 顿时惊地从床上跳起来 抓我 这是为何 妙音叹了口气 公子有所不知 这清幽谷 本是一处隐秘之地 却因我而 暴露于世人眼前 那些尼姑 其实是清幽谷的守护者 他们误以为 你是来侵犯清幽谷的恶人 所以要抓你 回去审问 李凌云听得一头雾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不过是路过尼姑庵 淘完水喝 怎么会惹上这么大的麻烦 妙音苦笑一声 公子有所不知 那尼姑庵其实是个幌子 真正的清幽谷 就隐藏在后山之中 而那些尼姑 其实是修炼邪术的妖妮 他们利用勤生迷惑过路之人 将他们引入清幽谷中 然后吸取他们的精气修炼 李凌云听得心惊肉跳 竟有此事 那姑娘 你又是何人 为何会在此处 妙音叹了口气 我本是一个普通的村姑 因误入清幽谷 被妖妮索勤 他们本想吸取我的精气 却没想到我体质特殊 反而因此 获得了奇异的力量 我趁机逃脱 并在谷中隐居下来 这些年来 我一直在寻找机会 报仇雪恨 李凌云听完妙音的话 让李凌云瞠目结舌 她没想到自己无意间 竟卷入了一场 如此诡异的事件中 她心中虽然惊惧 但更多的是对妙音的同情和敬佩 姑娘 你既已逃脱 为何不离开此地 反而在此隐居 李凌云不解地问道 妙音眼中闪过一丝坚定 我不能离开 我要找到那些妖妮的弱点 一举铲除他们 为那些无辜受害之人报仇 李凌云心中一动 姑娘 在下虽然不才 但也愿助姑娘一臂之力 妙音有些意外地看着她 公子 你可知这其中的危险 那些妖妮修炼邪术 手段很辣 稍有不慎便会丧命 李凌云坚定地点头 在下知道 但我也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姑娘一人冒险 况且 我也是受害者之一 怎能置身事外 妙音看着她坚定的眼神 心中不禁有些感动 既然如此 那便请公子 助我一臂之力吧 两人商量一番 决定由李凌云前往 尼姑安探听消息 寻找妖妮的弱点 而妙音则留在清幽谷中修炼 已被不时之需 李凌云辞别妙音 悄悄离开了清幽谷 她心中忐忑不安 但更多的是一种激动和期待 她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 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 但她也相信 只要和妙音携手并肩 就一定能够战胜那些妖妮 揭开这背后的阴谋 她回到尼姑安附近 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动静 只见那些尼姑 依旧在安中忙碌着 似乎并没有发现 她失踪的事情 她心中一动 决定趁机潜入安中 寻找线索 她趁着夜色 悄悄翻墙 进入尼姑安 安中一片寂静 只有几盏昏黄的灯火 在夜色中摇曳 她小心翼翼地穿行在安中 寻找着妖妮的踪迹 忽然 一阵细微的响动传来 她心中一紧 连忙躲进一旁的暗影中 只见一位尼姑手持烛台 从一间屋子中走了出来 她四下张望了一番 似乎并没有发现异常 便转身回了屋子 李灵云心中一动 悄悄跟了上去 她躲在窗外 透过窗缝 向屋内望去 只见屋内摆放着一张供桌 上面供奉着一尊 面目争鸣的雕像 雕像前燃烧着几只香烛 散发出一种诡异的气息 而那些尼姑 则围坐在供桌旁 低声念诵着咒语 他们的脸上 带着一种狂热而扭曲的表情 仿佛被某种力量所控制 李灵云心中震惊不已 她没想到 这些尼姑 竟然真的在修炼邪术 她强忍住心中的恐惧 继续观察着 忽然 一位尼姑站了起来 手中拿着一把匕首 走到供桌前 割破了自己的手掌 鲜血滴落在雕像上 发出滋滋的声响 李灵云看得心惊肉跳 她知道这是妖妮 在用自己的精血 供奉那尊雕像 她心中一动 决定趁机偷取一些精血 回去研究 她悄悄地推开窗子 溜了进去 她快速而轻巧地走到供桌前 小心翼翼地取了一些 精血滴入一个小瓶中 然后 她又迅速退了出去 消失在夜色中 回到清幽谷后 她将精血交给了妙音 妙音看着手中的小瓶 眼中闪过一丝凝重 这便是那些妖妮修炼邪术的 关键所在 只要找到破解之法 我们便能一举铲除它们 两人开始研究精血中的奥秘 却发现其中蕴含着 一种诡异的力量 这种力量强大而邪恶 能够控制人的心智 让人变得狂热而扭曲 他们尝试了各种方法 却始终无法破解这股力量 李灵云心中不禁有些焦急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对付这些妖妮了吗 妙音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开口道 或许我们可以借助外力 外力 李灵云不解地问道 妙音点了点头 我知道一个传说中的高人 她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破解这股力量 李灵云眼中闪过一丝希望 那我们还等什么 快去找那位高人吧 于是 两人离开了清幽谷 踏上了寻找高人的旅程 他们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了那位高人 高人听了他们的遭遇后 沉思了一会儿 然后拿出一本古籍递给他们 这是我多年前得到的一本古籍 上面记载了一些关于邪术的破解之法 你们或许可以从中找到线索 两人千恩万谢后 带着古籍回到了清幽谷 他们开始仔细研读古籍 终于在其中找到了一种破解之法 他们按照古籍上的方法 成功破解了精血中的邪恶力量 并将其转化为一种纯净的能量 有了这种能量 他们便能够对付那些妖泥了 他们悄悄潜入尼姑庵 一举将那些妖泥制服 原来 这些妖泥本是普通人 但因为贪图长生不老 被一位邪修者所诱惑 修炼了这种邪 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叫赵二宝的侨夫 为人忠厚老实 且有一身好武艺 因为贪 年过三十还未娶妻 这天 赵二宝到山里砍柴 忽然听到一阵女子的呼救声 他急忙寻声找去 只见一个美貌的妇人 被一条大蟒蛇缠住了 那妇人以下得花容失色 不停地呼救 赵二宝见状 急忙抡起手中的斧头 朝着大蟒蛇劈去 大蟒蛇吃痛 松开妇人 朝赵二宝扑来 赵二宝丝毫不惧 与大蟒蛇缠斗在一起 经过一番激战 赵二宝终于将大蟒蛇打死 救下了妇人 那妇人千恩万谢 对赵二宝说道 恩公 小女子名叫青蛾 本是外地人士 因家中遭遇变故 独自一人流落至此 今日若非恩公相救 小女子恐怕已遭蛇口 恩公的大恩大德 小女子无以为报 愿以身相许 不知恩公意下如何 赵二宝一听 顿时愣住了 她虽是个粗人 但也知道青蛾是个美貌的妇人 自己一个穷侨夫 哪里配得上她 于是连连白手说道 青蛾姑娘 你误会了 我就你并非图你报答 你快快离去吧 莫要被这山里的野兽上了 青蛾却不肯离去 她说道 恩公 你若不答应 小女子就常跪不起 说着 便跪在了地上 赵二宝无奈 只得扶起青蛾说道 姑娘 你快起来 你若是不嫌弃 我是个穷侨夫 愿意跟我过苦日子 那我就答应你 青蛾闻言 顿时喜笑颜开 说道 恩公 小女子愿意 就这样 赵二宝和青蛾结为夫妻 过上了简单而幸福的生活 青蛾不仅长得美貌 而且勤劳善良 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 赵二宝也对她疼爱有加 两人相敬如宾 恩爱有加 然而好景不长 有一天 赵二宝正在山上砍柴 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她抬头一看 只见一群官兵 朝她这边冲来 赵二宝心中一惊 暗道不妙 急忙躲进了一旁的树丛中 那群官兵 冲到赵二宝砍柴的地方 四处张望了一番 却没有发现赵二宝的身影 他们不甘心 便开始在附近搜索 赵二宝躲在树丛中 大气都不敢出 生怕被官兵发现 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了她的视线中 那正是她的妻子青蛾 青蛾被官兵压着 一脸惊恐之色 赵二宝见状 心中大急 想要冲出去就青蛾 却又怕连累她 她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青蛾被官兵带走 心中充满了 无尽的愧疚和悔恨 赵二宝回到家后 心中五味杂陈 她想不明白 青蛾为什么会被官兵抓走 难道她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赵二宝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决定到城里去打探一番 她来到城里 四处打听青蛾的消息 经过一番打听 她终于得知了真相 原来青蛾并非普通人 而是妖界中的一名女妖 她因为违反了妖界的规矩 被妖王派人追捕 而那群官兵 正是妖王派来抓捕青蛾的妖兵 赵二宝得知真相后 心中更是担忧不已 她知道自己不是妖兵的对手 但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青蛾被抓走 于是她决定去求助于一位高人 她的师父 一位隐居山林的道士 赵二宝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了师父的隐居之地 她向师父说明了来意 师父却摇头道 二宝啊 已可知妖界与人间界 有着严格的界限 你若是插手此事 恐怕会引来更大的祸端 赵二宝跪在师父面前 气声道 师父 我知道我这么做 可能会惹来麻烦 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青蛾被抓走 她是我的妻子 我不能抛下她不管 师父看着赵二宝坚定的眼神 叹了口气说道 罢了罢了 既然你心意已决 那我就助你一臂之力吧 说着 师父从怀中掏出一枚符咒 递给赵二宝说道 这是为师炼制的符咒 你拿着它去找青蛾吧 不过你要记住 一旦使用了这枚符咒 你就会暴露在人妖两界的视线中 以后行事要万分小心 赵二宝接过符咒 感激涕灵地拜谢师父后 便匆匆离开了 他拿着符咒来到了青蛾被关押的地方 悄悄地潜入了进去 他找到了青蛾 将符咒贴在了他的身上 顿时 青蛾身上的妖气被符咒压制住了 他恢复了了原本的美貌 赵二宝见状 心中大喜 急忙拉起青蛾的手说道 青蛾 我来救你了 青蛾看着赵二宝 眼中满是感激之色 他说道 恩公 你怎么来了 这里很危险 你快走吧 赵二宝摇头道 我不走 我要带你一起走 说着 他便拉着青蛾往外冲去 然而 他们刚冲出门口 就遇到了那群妖兵 妖兵们见到青蛾身上的妖气 被压制住了 顿时大怒 纷纷朝赵二宝和青蛾攻来 赵二宝虽然有一身好武艺 但面对这些妖兵 他仍然感到力不从心 他拼尽全力 与妖兵们缠斗在一起 为青蛾争取逃脱的时间 青蛾见状 心中十分感动 他不想拖累赵二宝 便趁机朝另一个方向逃去 赵二宝见状 急忙摆脱妖兵的纠缠 追了上去 两人一路狂奔 终于甩掉了妖兵 他们来到一个偏僻的山洞里 暂时安全了下来 青蛾看着赵二宝满身的伤痕 心中十分愧疚 他说道 恩公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 赵二宝摇头道 青蛾 你别这么说 我们是夫妻 应该同甘共苦 青蛾闻言 眼中闪过一丝坚定之色 他说道 恩公 其实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摆脱妖兵的追捕 赵二宝问道 什么办法 青蛾说道 我可以回到妖界去 向妖王请罪 只要我肯认错 妖王或许会放我一马 赵二宝闻言 心中十分不舍 他说道 青蛾 你若是回去了 我们岂不是再也见不到了 青蛾握住赵二宝的手说道 恩公 你放心 我会想办法回来的 你就在这里等我 好吗 赵二宝看着青蛾坚定的眼神 只得点头答应 青蛾便告别赵二宝 独自返回了妖界 青蛾回到妖界后 向妖王请罪 并表明了自己的决心 妖王见他态度诚恳 便答应放他一马 但要求他必须留在妖界 不得再踏入人间 青蛾心中虽有万般不舍 但他也知道这是自己唯一的选择 于是 他留在了妖界 并时刻思念着赵二宝 而赵二宝则在山洞中 等待着青蛾的归来 他每天都会到洞口张望 希望能够看到青蛾的身影 然而 日子一天天过去 青蛾却始终没有回来 赵二宝心中开始焦虑起来 他不知道青蛾是否遇到了什么麻烦 他决定到妖界去寻找青蛾 无论前路多么艰险 他都要找到她 赵二宝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了妖界的入口 然而 他却被告知 妖界与人间有着严格的界限 人类无法进入 赵二宝不甘心就这样放弃 他开始在妖界入口附近徘徊 希望能够找到进入妖界的方法 就在赵二宝几乎要绝望的时候 一个神秘的老者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老者告诉他 要进入妖界需要一件神器 破戒符 只有拥有破戒符才能打破人妖两界的界限 进入妖界 赵二宝闻言大喜 急忙向老者询问破戒符的下落 老者告诉他 破戒符被妖王藏在了妖界的深处 只有通过重重考验 才能找到他 赵二宝毫不犹豫地决定去寻找破戒符 他告别了老者 孤身一人踏入了妖界 在妖界中 赵二宝遇到了各种妖怪的阻挠和考验 他凭借着过人的武艺和智慧 一一克服了这些困难 终于 他来到了妖界的深处 找到了破戒符 赵二宝拿到破戒符后 心中激动不已 他迫不及待地使用破戒符 打破了人妖两界的界限 进入了妖界 然而 当他踏入妖界的那一刻 他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的环境中 这里不再是青山绿水 鸟语花香的人间世界 而是一个充满了诡异和危险的世界 赵二宝四处张望 寻找着青蛾的身影 然而 他却发现自己仿佛陷入了一个迷宫之中 无论怎么走都无法找到出路 就在这时 一阵阴冷的风吹过 赵二宝感到一阵寒意袭来 他回头一看 只见一个面目猙獰的妖怪正朝他扑来 赵二宝心中一惊 急忙拔出腰间的斧头 与妖怪展开了激战 经过一番激战 赵二宝终于将妖怪打败 然而 他并没有因此感到轻松 因为他知道 这只是妖界中的一个小小考验而已 他要想找到青蛾 就必须面对更多的危险和困难 赵二宝继续前行 不断遇到各种各样的妖怪和挑战 他凭借着过人的武艺和异 在北宋时期 洛阳城郊外有一个姓宋的园外 此人早年丧偶 膝下只有一子 名为宋天宝 这宋天宝生得白白净净 眉清目秀 自小便聪明伶俐 惹人喜爱 然而 在宋天宝刚满月的那天 他却做出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 直接把宋元外夫妇给吓晕了过去 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宋元外为了给儿子庆祝满月 特意请来了戏班子唱戏 还请了城中的达官贵人们前来祝贺 众人齐聚一堂 功筹交错 欢声笑语不断 就在这时 宋天宝突然挖的一声大哭起来 声音尖锐刺耳 仿佛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宋元外夫妇赶紧抱起儿子 不停地哄着 可宋天宝却越哭越厉害 眼泪鼻涕直流 整张脸都胀得通红 就在这时 宋天宝突然停止了哭泣 张开小嘴说道 爹 娘 我饿 我要吃奶 此言一出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众人面面相去 脸上都露出了惊恐之色 一个刚满月的婴儿 怎么会说话 这简直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宋元外夫妇 也是吓得魂飞魄散 他们颤抖着手 将儿子递给了旁边的奶妈 可宋天宝却摇了摇头 说道 我不要他喂 我要娘喂 说完 他竟然伸出小手 抓住了宋夫人的衣襟 使劲往自己嘴里塞 宋夫人吓得花容失色 连忙推开了儿子 可宋天宝却不依不饶 继续哭喊着 要吃奶 这时 一个老道士突然从人群中站了出来 他捋了捋胡须 说道 圆外 夫人 贫道冠此子非同寻常 恐怕是有些缘由 让贫道来看看吧 宋元外夫妇虽然心中害怕 但此时也无计可施 只好将儿子交给了老道士 老道士接过宋天宝 仔细地端向了一番 然后点了点头 说道 此子确实非凡 他吃的不是奶 而是 话未说完 老道士突然脸色一变 惊呼道 不好 快拦住他 原来 就在老道士说话的时候 宋天宝突然挣脱了他的怀抱 朝着门外跑去 他跑得飞快 仿佛脚下生风一般 转眼间就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宋元外夫妇见状 顿时急地团团转 他们连忙吩咐下人去找儿子 自己也亲自出门寻找 可宋天宝 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无论他们怎么找 也找不到 就在这时 一个下人慌张地跑了过来 说道 园外 夫人 不好了 小少爷他 他 他怎么了 宋元外夫妇急忙问道 他 他跑到后山的坟地里去了 下人结结巴巴地说道 什么 宋元外夫妇闻言 顿时吓得脸色苍白 他们赶紧带着下人 来到了后山的坟地 果然看到了宋天宝的身影 此时的宋天宝 正站在一座新坟前 手里拿着一根树枝 在地上画着什么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仿佛一个木偶一般 宋元外夫妇见状 心中一阵绝望 他们知道 自己的儿子肯定是重些了 否则怎么会跑到这种地方来 就在这时 那个老道士也赶了过来 他看到宋天宝后 眉头紧锁 说道 园外 夫人 此子恐怕是被鬼怪缠身了 我们必须赶紧想办法救他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宋元外夫妇闻言 连忙跪倒在老道士面前 哭求道 道长 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儿子啊 只要能救他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老道士叹了口气 说道 贫道自然会尽力相救 不过 此事非同小可 需要一些时间来准备 你们先回去等我的消息吧 说完 老道士便转身离开了 宋元外夫妇虽然心中焦急 但也只好按照老道士的吩咐 先回家等待 接下来的几天里 宋元外夫妇一直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老道士的消息 他们每天都派人去后山查看儿子的情况 可每次都无功而返 宋天宝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再也没有出现过 直到第五天晚上 老道士才终于带着好消息回来了 他告诉宋元外夫妇 他已经找到了救治宋天宝的方法 但需要他们的配合 宋元外夫妇闻言 顿时喜出望外 连忙点头答应 在老道士的指导下 他们开始准备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有符咒 有香烛 有草药等等 一切准备就绪后 老道士便开始施法救治宋天宝 他在宋天宝的床边摆下了一个法阵 然后点燃了香烛和符咒 随着一阵阵烟雾声腾而起 宋天宝的脸上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他的脸色逐渐变得红润起来 呼吸也变得平稳了许多 渐渐地 他的眼皮开始颤动 仿佛要醒来一般 就在这时 老道士突然大喝一声 醒来 随着老道士的一声大喝 宋天宝突然睁开了眼睛 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股迷茫和惊恐 他看了看四周 然后看到了床边的父母和老道士 顿时吓得尖叫起来 鬼 鬼 有鬼 宋园外夫妇见状 连忙抱住儿子 安慰道 天宝 别怕 别怕 爹娘在这里 老道士也走上前来 说道 小友 你别怕 那些鬼怪已经被我赶走了 你现在安全了 宋天宝听了老道士的话 这才逐渐安静下来 他告诉父母和老道士 自己这几天一直被鬼怪缠身 他们每天都在梦里恐吓他 逼他吃一种奇怪的东西 每当他醒来后 都会发现自己躺在坟地里 身边都是一些腐烂的尸体和鬼魂 宋园外夫妇听得心惊胆战 他们不敢想象自己的儿子竟然遭受了这样的折磨 他们连忙问老道士 这些鬼怪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缠上他们的儿子 老道士叹了口气 说道 这些鬼怪都是因为你们 园外家祖上的恩怨而来的 你们园外家曾经得罪过一个厉害的妖道 他死后化为厉鬼 一直想要报复你们 而宋天宝因为天生灵气逼人 被他选中作为报复的对象 他利用宋天宝满月之时 阳气最弱的机会 附身在他身上 想要借此控制整个园外府 宋园外夫妇闻言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他们连忙问老道士 有没有食妖办法 可以彻底消灭这个妖道 保护他们的儿子 老道士点了点头 说道 贫道自然有办法 不过 要消灭这个妖道并不容易 需要借助一些法器和符咒 而且 我们还需要找到他的尸骨 才能彻底断绝他的根源 宋园外夫妇闻言 连忙表示愿意全力配合老道士的行动 于是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他们开始四处寻找妖道的尸骨和法器 经过一番艰苦的搜寻 他们终于在一座荒废的道罐里找到了妖道的尸骨和一些法器 老道士立即开始准备消灭妖道的仪式 他在园外府的后院设下了一个法阵 然后将妖道的尸骨和法器放在阵中 接着 他点燃了香烛和符咒 开始念动咒语 随着咒语的念动 法阵中开始涌起一股股黑气 这些黑气仿佛有生命一般 在空中扭曲着 咆哮着 渐渐地 他们凝聚成了一个人形 正是那个妖道的模样 妖道现身后 立即朝着老道士扑了过来 他的双眼冒着红光 嘴角挂着凝笑 仿佛要将老道士吞噬一般 老道士却丝毫不惧 他手持法剑 赢了上去 一时间 后院中剑气纵横 符咒纷飞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法 经过一番激战 老道士终于一剑斩下了妖道的头颅 随着头颅的落地 黑气也迅速消散无踪 妖道终于被彻底消灭了 宋元外夫妇见状 顿时欢呼起来 他们感激涕零地抱住儿子和老道士 不停地道谢 老道士却摆了摆手 说道 贫道只是尽了自己的本分而已 不过 虽然妖道已经被消灭 但园外府中的怨气还未完全消散 你们以后要多做善事 积德行善 才能逐渐消除这些怨气 宋元外夫妇闻言 连忙点头答应 他们从此以后 真的开始多做善事 积德行善 园外府也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和祥和 然而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事情已经结束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每当月圆之夜 宋元外夫妇都会变得异常暴躁和狂乱 仿佛受到了什么刺激一般 他的眼睛会变得通红 口中会发出低沉的咆哮声 仿佛变成了一只野兽 宋元外夫妇和老道士都对此感到十分困惑和担忧 他们不知道宋天宝身上究竟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 园外府再次陷入了一片阴影之中 而宋天宝的身世和命运 也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 让人不禁想要继续探寻下去 直到多年以后 一个云游四方的道士路过此地 听说了宋天宝的故事后 才揭开了这个谜团 原来 宋天宝并不是人类 而是妖道和一只妖兽的后代 他身上的灵气和妖气相互交织 才导致了他身上的种种异状 而那个云游道士则用自己的法力 将宋天宝身上的妖气彻底封印了起来 从此以后 宋天宝终于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然而 这个故事并没有完全结束 因为没有人知道 那个被封印的妖气 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再次苏醒过来 而宋天宝的身世和命运 也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等待着有缘人去揭开他的面纱 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 流传着许多神秘莫测的民间故事 其中 有一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 那里的人们过着平静而简单的生活 然而 有一天 这个小山村里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 让原本宁静的村庄 笼罩在一片阴森恐怖的氛围之中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姓李的老汉 他一生勤劳朴实 为人和善 然而 命运却似乎对他格外不公 他一共有五个儿子 这本该是他晚年最大的依靠和幸福 可谁知这五个儿子竟然接连去世 仿佛被什么邪恶的力量所诅咒一般 每当村里有人提及这件事 都会忍不住摇头叹息 感叹李老汉的悲惨遭遇 而李老汉自己也是悲痛欲绝 整日以泪洗面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有一天 李老汉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决定请一位道士来村里看看 希望能找出儿子们接连去世的原因 并寻求破解之法 于是 他四处打听 终于找到了一位据说法力高强的道士 道士来到村里后 首先查看了李老汉家的风水布局 然后又询问了一些关于儿子们去世的详细情况 经过一番仔细的调查和推算 道士的脸上露出了凝重的神色 他告诉李老汉 他的儿子们并不是死于自然原因 而是被一种邪恶的力量所害 这种力量来自于一个古老的诅咒 而诅咒的源头 竟然与李老汉自己有关 李老汉文言大惊失色 连忙追问道士到底是怎么回事 道士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 李老汉年轻的时候 曾经得罪过一个厉害的妖怪 那个妖怪为了报复他 便在他家的祖坟上下了诅咒 这个诅咒会一代代地延续下去 直到李家的血脉断绝为止 道士说 你的儿子们之所以会接连去世 就是因为这个诅咒在作祟 而最可怕的是 这个诅咒还会影响到你自己的寿命 李老汉听完道士的话 顿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年轻时的一次无心之举 竟然会给整个家族 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 他后悔不已 痛哭流涕地请求道士 一定要救救他 道士沉思了片刻 然后说要破解这个诅咒 需要找到那个下咒的妖怪 并且用特殊的方法才能解除 但是这个过程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 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成功 李老汉文言 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冒险一事 他说 只要能救我的家族 我什么都愿意做 于是道士开始准备破解诅咒所需的物品和法术 他告诉李老汉 在这个过程中 他需要保持冷静和坚定 不能有任何动摇和退缩 李老汉郑重地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会全力配合道士的行动 就这样 一场惊心动魄的破解诅咒之旅开始了 李老汉和道士一起踏上了寻找妖怪的路途 他们穿越了险峻的山脉 跋涉了无尽的荒原 历经了无数的艰辛和危险 在这个过程中 李老汉逐渐展现出了他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气 让道士也对他刮目相看 终于有一天 他们来到了一个幽深的山谷中 据道士所说 那个下咒的妖怪就藏身在这个山谷的深处 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进着 生怕惊动了妖怪 然而 就在他们即将接近妖怪藏身之处时 突然一阵狂风刮来 将他们吹得东倒西歪 李老汉和道士勉强站稳身形后 发现前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 他们定睛一看 竟然是一个面目猙獰 身形庞大的妖怪 那妖怪张开血盆大口 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震得李老汉和道士耳朵嗡嗡作响 道士健壮 连忙拔出宝剑 准备与妖怪展开激战 而李老汉则紧紧地跟在道士身后 虽然心中恐惧不已 但他还是鼓起勇气 准备与道士并肩作战 就这样 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 在山谷中拉开了序幕 道士挥舞着宝剑 与妖怪展开了殊死搏斗 而李老汉则在一旁寻找机会 准备给妖怪致命一击 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 道士终于找到了妖怪的破绽 一剑刺入了他的心脏 妖怪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后 便化作一阵清烟消散在了空气中 随着妖怪的消失 整个山谷也恢复了平静 李老汉和道士都累得气喘吁吁 但他们心中却充满了喜悦和激动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已经成功地破解了那个邪恶的诅咒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离开山谷时 道士却突然脸色一变 指着李老汉说道 其实你最该死 李老汉文言大惊失色 不知道道士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道士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在破解诅咒的过程中 道士发现了李老汉的一个秘密 原来李老汉年轻时不仅得罪了妖怪 还曾经为了私利背叛了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这些罪行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但他们的阴影却一直笼罩在李老汉的心头 让他无法摆脱内心的愧疚和痛苦 道士说 你的罪行虽然没有直接导致儿子们的死亡 但他们却成为了那个诅咒得以附身的土壤 你的不义之举 让家族的命运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 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最该死 李老汉听完道士的话 如同被雷击中一般 呆立当场 他回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所作所为 心中充满了悔恨和自责 他痛苦地跪在地上 气不成声地说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只求能够弥补我的过错 就毁我的儿子们 道士看着李老汉悔恨的样子 心中也颇感不忍 他沉思了片刻 然后说 虽然你的罪行深重 但念在你如今已有悔过之心 我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不过 要想真正解除诅咒 还需要你付出巨大的代价 李老汉毫不犹豫地表示 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于是 道士告诉他一个方法 那就是前往一座神秘的山峰 寻找一种名为悔过之心的神奇草药 这种草药能够净化人的心灵 消除罪孽的阴影 只有找到这种草药 才能真正解除诅咒 李老汉听完道士的话 立刻决定前往寻找这种神奇草药 他告别了道士 独自踏上了前往神秘山峰的旅程 他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了那种草药 在服下草药后 他感到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心灵仿佛得到了洗涤一般 然而 当李老汉回到家中时 却发现道士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四处寻找道士 但始终没有找到 他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安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 他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 从家中传来 他寻声走去 发现声音竟然来自他儿子的房间 他推开门一看 惊讶地发现他的儿子们 竟然都躺在床上 面色红润 呼吸平稳 仿佛只是睡着了一般 李老汉欣喜若狂 连忙上前查看儿子们的情况 他发现 儿子们的身体都已经恢复了正常 而且他们的脸上 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李老汉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 解除诅咒的方法 然而 就在这时 他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身体不受控制地倒在了地上 他努力地想要睁开眼睛 却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动弹 他的意识逐渐模糊起来 耳边仿佛传来了道士的声音 你的罪孽已经得到了洗涤 但你的身体却无法承受这巨大的代价 现在 你需要为自己的过错付出最后的代价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留给读者的却是无尽的悬念和想象 李老汉最终是否能够醒来 他的儿子们是否真的已经完全康复 那个神秘的道士又去了哪里 这些问题都将成为读者心中永远的谜团 而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罪恶的代价是沉重的 只有真心悔过并付出努力 才能换来真正的救赎 古时 有一不商名叫周通 家财万贯 却为富不仁 仗着家中有权有势 平日里七行八市 墙买墙卖 乡亲们虽恨得牙痒痒 却都敢怒不敢言 这一年周通要扩建宅院 把周围的地都买了下来 有户姓刘的人家 说什么也不肯卖地 周通便指使家奴 把刘老汉打了一顿 还强行拆了他家的房子 刘老汉本来年岁已高 哪里经得起这般折腾 不久就含恨而终了 他有个儿子叫刘安 是个读书人 性格懦弱 见父亲被周通害死 虽然悲痛欲绝 却也无计可施 只能整日在家中长须短叹 以泪洗面 这日 刘安正在房中读书 忽然听到外面传来喧闹之声 出门一看 只见有个老乞丐 正在和几个家奴撕扯 原来 老乞丐饥寒交迫 想在周通家门口讨口饭吃 却被家奴们驱赶 家奴们还放狗撕咬老乞丐 幸亏刘安及时出现 阻拦了家奴 还拿出一些钱财 给老乞丐智商 老乞丐对刘安千恩万谢 刘安却长叹一声道 如今这世道 我虽有心为善 却无力回天 像你这样无依无靠的老人 也不知还有多少 我纵是有家财万贯 也难就天下可怜人哪 老乞丐却道 公子宅心仁厚 必定会有好报 我且问你 若是有办法 既能让你报仇 还能让你拥有万贯家财 你愿不愿意去做 刘安吃惊地望着老乞丐 不知他何出此言 老乞丐又道 你若信我 便只管照着我说的去做 赴尔过来 老乞丐在刘安耳边 嘀咕了好一阵子 刘安面露难色 犹豫不决 老乞丐却道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况且这也是为了救人 你便放心去吧 说完 老乞丐就告辞离开了 到了晚上 刘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想到父亲的惨死 他猛地坐起身来 自言自语道 我便是拼上这条性命 也要为父亲报仇 说吧 他便穿好衣服出了门 直奔周通家而去 周通家高强大院 十分气派 刘安在院外转了一圈 心中便有了计较 前几天 周通新雇了个伙计 名叫吴能 就住在前院的偏房里 刘安和他有过几面之缘 还一起喝过酒 此人是个贪财好色之徒 只要给他些钱财 让他办什么事都可以 刘安来到吴能房前 轻轻敲了几下门 吴能睡得迷迷糊糊的 听到敲门声 骂骂咧咧地起床开门 一见是刘安 立马换了副笑脸 把他让进屋里 刘安从怀中掏出一包银子 足有五十两 放在桌上道 兄弟 这点银子你先收下 哥哥有事求你帮忙 吴能见到银子 两眼放光 假意推辞道 刘兄这是哪里话 你我兄弟之间 还说什么求不求的 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便是 刘安小声道 周通害死我爹 此仇不共戴天 我想让你帮我找个机会 在他饭菜里下点毒药 只要能除了这个恶霸 你便是咱们镇上的大恩人 以后我刘安为你马首是瞻 吴能听说要杀人 吓得一哆嗦 连连白手道 不行不行 杀人可是要偿命的 弄不好还要株连九足 这种事我可不敢干 刘安早有准备 又从怀里掏出一张房器 放在桌上道 只要你肯帮我 我刘家宅院就归你了 你干不干 吴能盯着房器 眼睛都直了 他咽了口唾沫 一咬牙道 好 我干了 你说吧 让我怎么做 刘安从怀中 拿出一个小纸包 里面装着白色粉末 他递给吴能道 这是我从一个油方郎中那里 买来的剧毒 只要把它放在饭菜里 保证周通吃下去 就见阎王 此事一定要机密 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吴能接过直包 小心翼翼地藏好 信誓旦旦的保证 绝不泄露机密 两人又密谋了好一阵子 直到夜深人静时 刘安才离开吴能的房间 接下来几日 刘安便在家中静待消息 这期间 他又去找过吴能几次 询问进展如何 吴能每次都说 没有找到机会 让刘安耐心等待 转眼间 半个月过去了 这天夜里 刘安正要继续写完故事 正要睡下 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刘安心中一动 急忙穿衣下床 来到院门前 打开一条门缝 只见吴能正 慌慌张张地站在门外 刘安把他拉进院里 关上大门 急切地问道 是不是动手了 周通死了没有 吴能却哭丧着脸道 别提了 差点没把我害死 这几日我一直找机会下毒 可周通那老狐狸惊得很 吃饭喝水 都有专人伺候 我根本找不到机会 今天好不容易等到他独自一人在房里吃饭 我趁机把毒药放进饭菜里 那只那老狐狸吃了几口 忽然说饭菜味道不对 就让人把饭菜拿去喂狗 结果那狗吃了之后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就蹊跷流血而死 周通勃然大怒 下令严查此事 幸好我机灵 趁人不被逃了出来 不然的话 现在恐怕已经人头落地了 刘安听完 面如死灰 愣在原地半上不语 吴能哭丧着脸道 刘兄 不是我不帮你 实在是周通太过狡猾 我看这事就算了吧 那房契你也拿回去 我 吴能话没说完 刘安忽然抱起 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咬牙切齿道 你以为这是能这么算了 我若是不杀周通 为我爹报仇 便是死也不甘心 你不肯帮我 我就杀了你 然后再自杀 咱们一起上路 到阴曹地府 找我爹平里去 吴能吓得魂飞魄散 连声道 别别别 刘兄 你冷静点 我 我再想想办法 一定会帮你报仇的 刘安松开手 冷冷道 你只有三天时间 三天后 若还不动手 我就先杀了你 然后再自杀 我说到做到 吴能连连点头 慌慌张张地离开了 刘安望着他的背影 眼中闪过一丝狠利之色 心中暗道 周通 你害死我爹 我便是做鬼 也不会放过你 接下来的三天 刘安度日如年 每天都在等 吴能的消息 可是吴能却像是 人间蒸发了一般 再也没有出现过 到了第四天夜里 刘安实在等不下去了 便提着一把尖刀 悄悄来到周通家门前 他打算趁夜闯进周通房里 一刀杀了他 然后再自杀 以命抵命 可是 当他刚刚翻墙 跳进周通家的院子时 忽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 他心中一动 悄悄寻声找去 只见在周通书房的窗前 站着一个人影 正是吴能 吴能手里端着一碗汤药 正透过窗缝往里面张望 刘安心中一动 悄悄来到吴能身后 一把捂住他的嘴 把他拖到角落里 低声问道 你在这干什么 是不是找到机会下毒了 吴能点点头 低声道 周通这几日 一直住在书房里 我趁他不注意 在汤药里下了毒 现在正要送进去呢 刘安大喜过望 一把抢过吴能手中的汤药 低声道 我来送 你在这等着 只要周通一死 咱们就马上离开 说完 刘安便端着汤药 悄悄来到书房门前 轻轻敲了几下门 里面传来周通的声音 谁 刘安压低声音道 老爷 小的给您送汤药来了 周通道 进来吧 刘安推门而入 只见周通正坐在书桌前看书 他走到周通面前 把汤药放在桌上 低声道 老爷 请用汤药 周通点点头 端起汤药就要喝 就在这时 刘安忽然抽出藏在袖中的尖刀 猛地刺向周通的心口 周通大吃一惊 想要躲避 却已经来不及了 只听扑的一声 尖刀刺入周通心口 鲜血喷溅而出 周通瞪大眼睛 望着刘安 不敢置信地问道 你 你是谁 为什么要杀我 刘安咬牙切齿道 我是刘安 你害死我爹 我今日便是来取你性命 为我爹报仇的 说完 刘安拔出尖刀 又狠狠刺了几下 直到周通气绝身亡 他才停下手来 看着周通的尸体 他心中涌起一股复仇的快感 同时也感到一阵悲凉 就在这时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刘安心中一紧 急忙躲到书架后面 只见几个家奴走了进来 看到周通死在书房里 顿时大惊失色 其中一个家奴喊道 快来人 老爷被人杀了 刘安心中暗道不妙 趁着家奴们慌乱之际 悄悄溜出书房 和无能一起翻墙逃 南宋年间 有个名叫丁三的武座 此人出身武座世家 其父老丁头 曾是当地最有名的武座 经他手检验的尸体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什么疑难 杂案都见过 丁三虽年纪轻轻 但受父亲影响 对艳师颇感兴趣 也继承了父亲的衣钵 成为了一名武座 老丁头在世时 曾给丁三定下了一个规矩 那就是 艳师必须在白天 且必须有人陪同 绝不可单独行动 老丁头表示 艳师时死者怨气最重 稍有不慎 就会惹上麻烦 还是小心为妙 丁三起初并不信邪 可后来遇到了几件诡异的事 他不得不信 也遵守起了这个规矩 直到那天夜里 丁三才不得不打破规矩 当时 丁三受邀前往林县 帮助好友艳师 结果一直忙到深夜才结束 好友本想留他住一晚 奈何丁三惦记着家中的老母亲 便婉拒了好友的好意 背起工具箱 踏上了回家的路 那夜月黑风高 伸手不见五指 丁三打起火把 伸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山路上 四周静悄悄地 只能听到曲曲的叫声 和丁三的脚步声 这更增添了几分诡异 就在这时 一阵驴提声忽然响起 丁三回头一看 只见一个骑驴的老汉 缓缓靠近 那老汉看起来六十多岁的样子 身穿一身灰色长袍 脸色辣黄 双眼浑浊 一副病奄奄的样子 丁三健壮 赶忙上前搭话 老丈 这么晚了 您这是要去哪呀 老汉缓缓抬起头 看了丁三一眼 淡淡道 我去县衙找县令大人 有急事相伤 丁三听后一愣 心想这都什么时辰了 县令早就休息了 这老汉 怎还往县衙跑 他本不想多问 可想到父亲生前定下的规矩 他忍不住多嘴道 老丈 县衙早就关门了 您还是去别处歇息吧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老汉听后 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道 无妨 我与县令大人有约 他自会见我 说完 老汉便骑着驴子继续前行 丁三看着老汉离去的背影 心中隐隐有些不安 他摇了摇头 继续赶路 可刚走出没多远 他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紧接着 一队人马从他身边飞驰而过 直奔县衙的方向 丁三心中好奇 便加快脚步跟了上去 很快 他便来到了县衙门口 只见县衙大门紧闭 灯火通明 那对人马正簇拥着一个身穿官服的中年男子 从马背上下来 那男子身材魁梧 面容威严 正是当地的县令大人 丁三健壮 心中一惊 难道那老汉真的与县令有约 他正想上前询问 却发现那老汉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了县令身边 二人正低声交谈着什么 丁三好奇兴起 便悄悄凑近了一些 可就在他即将听清二人对话内容时 忽然一阵阴风吹过 丁三知觉眼前一黑 便失去了意识 当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正躺在家中的床上 母亲正坐在床边 一脸担忧地看着他 丁三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 回想起昨夜的经历 心中仍有些后怕 他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母亲 母亲听后也是一阵唏嘘 叮嘱她 以后要小心行事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可没想到几天后 丁三又遇到了那骑驴老汉 那天 丁三受邀前往邻村验尸 结束后已是傍晚时分 他走在回家的路上 忽然听到一阵驴提声 回头一看 正是那骑驴老汉 老汉看到丁三 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道 丁五座 我们又见面了 丁三心中一紧 强装镇定道 老丈 您这是要去哪 老汉淡淡道 我去找县令大人 有急事相伤 丁三听后心中一惊 难道这老汉 真的要找县令 他忍不住问道 老丈 您与县令大人 到底有何事相伤 老汉看了丁三一眼 道 此事与你无关 你不必多问 说完 老汉便骑着驴子 继续前行 丁三看着老汉离去的背影 心中愈发不安 他忽然想起 那天夜里 在县衙门口听到的对话 心中隐隐有了个猜测 他决定前往县衙 找县令大人问个清楚 丁三来到县衙 将自己的遭遇 告诉了门房 门房听后一脸惊讶 忙将此事禀报给了县令 县令听说后也是一惊 随即召见了丁三 在县衙大堂上 县令一脸严肃地看着丁三 问道 丁五座 你所说之是当真 丁三点头道 千真万确 我亲眼看到 那老汉与大人您交谈 县令眉头紧锁 沉思片刻厚道 此事确实有些蹊跷 那老汉 我从未见过 也从未与他有过任何约定 你且说说 那老汉长什么模样 丁三将自己所见描述了一番 县令听后脸色大变 道 这 这不可能 丁三健壮心中一紧 盲问道 大人 怎么了 县令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道 你所说的那老汉 与我一位固有 长得一模一样 他多年前就已去世 怎么可能还活着 丁三听后心中一惊 难道自己真的遇到了鬼 他盲问道 大人 您的那位固有 是如何去世的 县令叹了口气 道 他是被人害死的 凶手至今仍未找到 丁三听后心中一动 难道这老汉的出现 与那件案子有关 他盲将自己心中的猜测 告诉了县令 县令听后 也觉得此事颇为蹊跷 决定派人暗中调查此事 几天后 调查结果出来了 原来 那骑吕老汉 确实已经去世多年 他的死因 与县令的那位固有 一模一样 都是被人害死的 而且 两人的尸体 都曾在停尸房待过 都是丁三的父亲 老丁头负责检验的 丁三听后 心中一阵骇然 难道这老汉 真的是鬼 他盲将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县令 县令沉思片刻厚道 此事确实有些诡异 不过我们也不能妄下结论 这样吧 你再去一趟停尸房 看看能否找到什么线索 丁三点头答应 随即前往停尸房 他仔细检查了老汉的尸体 发现尸体上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忽然发现尸体的手指动了一下 丁三心中一惊 难道这老汉还没死 他忙上前查看 却发现老汉的眼睛竟然睁了开来 他瞪大了眼睛看着丁三 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 丁三吓得魂飞魄散 转身就跑 可那老汉却从停尸床上爬了起来 追了上来 丁三拼命奔跑 可那老汉却越追越近 就在他即将被追上时 一道金光忽然从天而降 将老汉击倒在地 丁三趁机逃回了县衙 将此事告诉了县令 县令听后也是一阵惊讶 忙派人前往停尸房查看 可当他们赶到停尸房时 却发现老汉的尸体已经不见了 县令和丁三面面相去 心中都充满了疑惑 难道这老汉真的是鬼 还是有人在背后操纵这一切 就在这时 一个牙役匆匆跑了进来 道大人不好了 城外的乱葬岗出现了大量死尸 都是最近失踪的百姓 县令和丁三听后大惊失色 连忙赶到乱葬岗查看 只见满地都是尸体 有的已经腐烂不堪 有的还保持着临死前的惊恐表情 丁三仔细检查了一番 发现这些尸体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脖子上都有一个细小的针孔 丁三心中一动 难道这些人是被人用毒针害死的 他忙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县令 县令听后脸色凝重 道此事定有蹊跷 我们必须尽快查明真相 于是县令和丁三开始调查此事 他们发现 这些失踪的百姓都是在夜晚失踪的 而且都是在经过一条偏僻的小路时失踪的 县令猜测 这条小路上可能隐藏着什么秘密 为了查明真相 县令决定亲自前往那条小路查看 丁三也随行前往 他心中隐隐有些不安 总感觉这件事与那骑驴老汉有关 当他们来到那条小路时 已经是深夜了 四周静悄悄地 只能听到重鸣声和远处的狗叫声 县令和丁三小心翼翼地走着 生怕打草惊蛇 就在这时 一阵阴风吹过 丁三知觉眼前一黑 便失去了意识 当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阴暗的山洞里 县令也不见了踪影 丁三心中一惊 忙起身查看四周 只见山洞里摆满了各种刑具和奇怪的法器 看起来十分诡异 而在山洞的深处 他看到了县令的身影 县令被绑在一根柱子上 面色苍白 看起来十分虚弱 丁三忙上前解开县令的绳子 问道 大人 您怎么了 县令叹了口气 道 我中了那人的迷魂术 差点就没命了 丁三听后 心中一紧 忙问道 那人是谁 县令沉生道 就是那骑驴老汉 丁三听后大惊失色 道 难道他真的是鬼 县令摇头道 不 他不是鬼 而是个 周氏独自守寡 他的丈夫在一次意外中 不幸去世 周氏以其温婉和善良著称 村里人都对他颇有好感 然而 好景不长 一场无端的流言 开始在村中蔓延 一日 李大叔在村口的茶馆里 与人闲聊 无意中提到了周氏 他的话被旁听者断章取义 误传成了周氏与李大叔 有不正当关系的谣言 这个谣言像野火一样 迅速在村中传开 让原本平静的村落 掀起了波澜 周氏开始感到村民们异样的眼光 和冷言冷语 他的心渐渐沉重 尽管他尝试解释 但无人愿意倾听一个寡妇的辩解 村中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 周氏的名声 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绝望 但他还不知道 这只是故事的开始 随着流言的蔓延 周氏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 他在市场上受到冷落 在井边取水时遭到白眼 村民们的态度 从怀疑转为公开的侮辱 甚至有人在夜里向他的夹扔石头 周氏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 他曾试图向村中的长者求助 但他们也被流言所迷惑 无人肯伸出援手 他的心如同被冰霜覆盖 冷得刺骨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周氏终于承受不住 这无尽的痛苦和羞辱 选择了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清白 张公公是村中唯一知晓真相的人 他知道周氏的纯洁和善良 也知道李大叔的无辜 但在愚昧和偏见的村民面前 他的话语显得如此无力 他尝试四处说理 却只换来更多的讥讽 周氏的死让他深感悲痛 他决定要为他昭雪 周氏含冤离世后的第七夜 村中突然传来敲门声 每家每户的门前 都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仿佛周氏的魂魄 在寻找能为他申冤的人 当夜 所有听信谣言的村民 都梦见了周氏 他在梦中哭诉自己的冤屈 经过那个不眠之夜 村民们开始反思 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张公公借此机会 向村民们揭露了真相 村民们终于相信了周氏的清白 他们为周氏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为他立碑立转 以此警示后人 随着周氏的故事在村中传开 人们开始以不同的眼光 看待他的悲剧 村民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他们不再是冷漠的旁观者 而是深受触动的反思者 村中的年轻人 尤其是那些曾经嘲笑 周氏的青年 开始质疑自己的行为 他们意识到 每一个恶意的传言 都可能毁掉一个无辜的生命 他们开始在村中传播周氏的真实故事 希望以此纪念他的名誉 并教育村中的孩子们要有善良的心 周氏的故事不仅在村中流传 甚至传到了远方的城镇 一位游历的诗人听闻这个故事 被其深深打动 于是创作了一首诗歌来纪念周氏 这首诗歌也随着他的行脚传遍了整个江南 岁月流转 周氏的故事成为了村中的一段传说 每当夜深人静时 村民们还能听到仿佛有敲门声在回响 提醒着他们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 周氏的名字和他的故事 成为了村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村中的长者们开始在夜晚的篝火旁 讲述周氏的故事 他们的声音低沉而有力 仿佛能穿透时间的长河 孩子们围坐在火光中 聆听着这个悲伤 却又充满教会的故事 他们的眼睛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 和对正义的追求 周氏的故事不仅影响了村中的人 也触动了那些远道而来的行者 他们将这个故事带到了更远的地方 周氏的名字和他的故事成为了一个象征 象征着无辜者的痛苦和追求真相的勇气 随着故事的传播 周氏的经历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他不再只是一个受害者 而是成为了正义和真理的化身 他的故事激励着人们去反抗不公 去揭露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谎言 岁月如流水 但周氏的故事却永远涓刻在村民的心中 每当夜幕降临 当人们听到敲门声时 他们会想起周氏 想起那个因为谣言而牺牲的女子 他的故事成为了一个警示 提醒着人们要珍惜每一个生命 要用爱和同情去对待周围的人